我喜欢了他三年也追了三年 我觉得这三年里面我付出了我的所有 我们在一起半年了 可在这半年里 我感觉他变得越来越无力取闹 他说我无力取闹 有哪个女生能够忍受在谈恋爱的时候 永远被当成另外一个女生的影子一样 我没有把他当作谁的影子 我知道他为我付出了很多 我也很感动 我也在努力地在忘掉过去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累 我现在就想问问他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这到底是一段怎样的爱情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谢 23岁来自湖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许 22岁来自广州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听着就特心酸 追了三年 对 我从一开始遇到他 然后就开始喜欢他 一直告白他都一直拒绝我 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见到他 什么情境下就喜欢上他的 因为之前一直爱听朋友说 说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子 喜欢了很多年 然后我就想这么专一的男孩子 要是我男朋友多好 然后后来开始见面之后 就觉得他人挺好的 就开始慢慢喜欢他 你听我说 有一个男生就喜欢一个女生 喜欢了很多年 对 然后你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 对 我的天哪 因为开始慢慢地认识之后 觉得这人真的还不错 而且他那么专一 对对对 那专一那女人呢 就是我以前就很喜欢一个女孩子 就也是学生时代嘛 然后就一直喜欢到了大学 也是一直就是在追他 然后当时我和他认识 他就一直帮我出主意 就跟智郎团一样的 就是开始大家就是朋友之间 后来慢慢地慢慢地 我就发现 他也跟我就是告白了嘛 然后我就感觉 有点乱等等啊 让我理理思路 你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女生 对 然后就读大学了 是吧 对 你跟他是大学同学吗 你们俩 不是我们是通过朋友关系 然后认识的 不在一个学校 对 那你喜欢那个女生呢 他在陕西 跟你在一起读书吗 没有 我们高考的时候 我们都是去了各个的省份 然后后来我就 心中就一直就放不下嘛 还是一直喜欢 那个在陕西的女生嘛 后来我就遇到了他 然后他也知道我的故事嘛 就一直帮我说 你该怎么追这个女生啊 等于他帮你追这个女生 对 后来我一直很喜欢女生 最后也没追到嘛 我后来感觉他更适合我了 后来就跟他在一起了 我们谈了小半年 来 姑娘你告诉我 你是他的智囊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 如果那个女孩不喜欢他 或者说他不够懂那女孩的话 他会特别难过 那你帮了他多久呢 作为智囊 从认识他 然后就追他开始 我知道他喜欢那女孩 但是我后来觉得 我追了两年 他一直都没有答应我的告白 我就觉得当朋友就挺好的 可以一直陪在他身边 然后我就 你跟他告白过几回 不下五回吧 分别告白的方式是什么 就第一次 我是在他宿舍楼下摆爱心 也打电话给他 他一直没有下来 你就看见蜡烛灭掉 对 我一直在楼下等 这心是碎了的 特别心寒那时候 第二次呢 但是我觉得 更努力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次给他写情书 我让朋友帮我转交给他 我不知道他到底看了没看 反正没有给我回信 第三次是跟朋友 一起吃饭的时候 因为朋友知道我喜欢他 然后约他一起出来 吃饭的氛围是挺好 但是我跟他告白的时候 他脸一下就冷了 你是怎么说的 我喜欢你 跟我在一起呗 小鲜 你当时 我就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就感觉我也不能答应他 我也不能那个 我就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反正 这就算第三回了 第四回呢 那天他生日 他约了他的朋友 然后那天我也厚着脸皮去了 然后再 没请你 没有 行了 去了 然后呢 大家玩真心话当冒险 刚好那个惩罚就是 他叫亲旁边的那女生 然后我在他旁边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没说话 然后就说 我一谎话大闺女 这样不大好 他说的 对 然后愣了一下 我就跑过去抱着他了 我说你考虑一下我呗 我喜欢你那么久 他一把推开我就走了 我的心呢 还有吗 有点想不起来 反正我真的 好吧 每次见到他 没事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你 行 我觉得差不多了 够心碎的 然后你看不行了 你就说 那与其这样 我就帮你追那女孩 是这意思吗 对 就在这两年里 你还在追那个女孩是吗 对 你靠什么追呢 其实我以前嘛 我是很胖的嘛 然后我就想特别努力嘛 然后我就学习兼职啊 然后包括减肥也是想 就是塑造自己 给他一个更优秀和 更加好的自己嘛 其实我追那女生 也追得挺痛苦的 我就后来就想问他 我就说 怎么才能把那个女生 给追到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从追他变成了 帮他追那个人 你们俩够拧巴的了 什么时候 你们俩在什么样的机缘下 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呢 就有一次他 在陕西打电话给我 然后当时我还在想 他肯定是去找他 然后他说他特别伤心 能不能去陪他 我也没问他什么事 我就撂下电话 我就买了机票飞过去了 后来我都感觉 其实他追了我这么久 其实就好像感觉 就是有缘的人 那就再起吧 但我觉得他这次 完全就很冲动啊 不不 他表白的时候 你当时觉得冲动了吗 我是很开心 但我觉得他肯定是 被那个女生伤心伤心透了 才会跟我表白 我觉得 肯定是他在 就气头上 我就觉得那女孩 那么伤他心 所以他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拒绝他了 其实 当时就拒绝了 对 哎呀 这个女人又 但是他接下来两个星期 一直在跟我发微信 然后又喜欢我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就在一起了 因为我肯定是很开心 就开开心心的吗 大家也彼此很熟悉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 永远隔着那个女孩 有一次我们去旅游 他说累了 然后想休息 我们就走进咖啡厅 我把咖啡端回来 就端到座位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他就这样冲出去了 然后撞到我 咖啡洒了 我一声他头都没有回 然后冲出去 看门口的时候 他人已经不见了 行李什么的都在座位上 干嘛去了呢 我后来给他打电话 我拎着行李去找到他的时候 他说看到一个 长得很像那女孩的人 这个事情 我跟他就道过很多事歉 因为我突然就看到 就我一直感觉特别像 喜欢那个女生 我就特别放心不吓她 我想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跟一个陌生的男生在一起 可能会不安全 我当时就真吓意思 我都没有反应 我就直接就冲出去了 行知道了 不再说了 可是他一点都不担心我 后来的 我出去我就后悔了 我就感觉自己就干了一件 就没法被原谅事情 然后我想很久 我想跟他打电话 然后我刚准备跟他打电话 他又跟我打电话了 我一想我就说 就如实说了吧 不然越描越黑 我就一直也在慢慢改 但是就是这一件事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 每次一吵架 然后他也总是会拿这件事 然后说 但从此之后 我真再也没有 就是干过 这么不注意的事情 就我也很后悔 除了这件事之外 在后来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 他还老惦记那个女生吗 有 他有一次 我准备考试的时候 他跑去陕西找那女生 为啥 那个我真要就是解释一下 当时那个女生 她跟她男朋友闹分手了 跟你有啥关系 但是我们是认识了很久的 就是朋友之间 我跟她两个从来就 没成为过恋人 就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她一直哭 我也很善意 然后她说她要喝酒 我怎么了 我也挺担心的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就我们都认识的朋友 我就想就是要她别的那样 而且就是彼此之间 不要再打搅了 后来我从陕西回来之后 我也就把她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联系方式全散了 从那之后我再跟她没有 可是你去陕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感觉 我们现在的矛盾就是 一聊这个女生 我们就炸了 就一聊这个女生 就矛盾特别多 但是我真没有干过 就是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跟她两个就是朋友 真的 女生 就因为这个你炸锅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一个实在是忍不了 我有一次用她电脑发个发邮件 然后发现一个链接 我点进去了 然后发现她开了一个博客 那博客里面写的全都是 关于那女生的东西 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 怎么会有一个女生 你跟她谈恋爱 结果她心里 一直撞着另外一个女生 没有一个女生受得了 所以你想分手了 真的这半年受不了的 每次遇到什么事情 那女生都永远地 卡在我们中间一样 我感觉我们两个心 走不到一起 爱谁啊 我现在就是挺喜欢她 我跟以前那女生 没有联系了 你能接受跟她分手吧 可能近期会很难过 但是我觉得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她心里还装着那个女生 那这样谈恋爱没有意思 三年的时间 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这样不是谈恋爱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助 这对年轻人调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在 爱情萌芽的那个阶段 两个人对待爱情都很单纯 束手无策 你只知道你喜欢她 你觉得这个爱 就是用感动 用习惯 就会把她变成你的男朋友 就会让她像你爱她一样 来爱你 你一开始对爱的定义 和理解就是错的 爱是很冲动的 爱就是一瞬间 我看上你 喜欢上你 我就是爱上你了 当然 有感动和习惯培养出来的爱 可是那样的爱 是长久不了的 因为那意味着 一方一味的付出 一方一味的妥协 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女生 都受不了一味的付出和妥协 还有第二点 你在这场梦当中 你追这个男生 花了很多的心思 用尽了很多的办法 但是姑娘我告诉你一点 有的时候你的坚持 和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努力 会让你看起来很轻浮 你在她心中 一开始的那个定位 就会觉得 你看我这么优秀 这女孩一直这么死缠烂打追我 会把你想的 你在她心里 一开始的那个位置 就没有那么高 后来她一味地利用你 当她的智囊团 当然可能不是她的本意 是你想要为她付出 但是之后慢慢往下发展 你的这场梦就变了 你的心里开始变得不平衡了 可能到后来 以至于到最后 第三年的时候 对她已经不是说 当初的那种喜欢 你可能是一种不服气 我就不信 我怎么就追不上你 我怎么就拿不下你 我偏要试试看 好 终于梦想成真了 可是在一起之后呢 你开始回想这三年你的付出 你就开始跟自己较劲了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那个女生活在她的心中 是活在你的心中 是你自己给自己制造了 这样一个困境 拔不出来了 再来说男生的问题 有一句歌词说得特别好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就是你一直追不到的那个女生 你一直暗恋的那个初恋 你得不到她 你永远把她想象成 最美好的样子 可是这个在你身边的女生 一直在默默为你付出的 你就觉得无所谓 有的时候 你应该换位思考 你想 你也尝过追人的滋味 然后被拒绝的那种感受 是什么样的 那换到她的身上呢 将心比心 我们再说的 更加百转千回一点的剧情 假如那个女生 你去给她买了咖啡 然后那个女生看到了 她喜欢的那个男生 啪冲出去把你的咖啡撞洒 撞了你一身 然后回来告诉你 我看到我喜欢那个男生 她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幸不幸福 你是什么滋味 换位思考一下 就会明白对方的感受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当你决定放弃了之前的那一个 你喜欢的人 从此之后 我跟她就是末路人 珍惜眼下 珍惜当下 不要多年后 回过头来后悔 我错过了一个 为我付出这么多的好姑娘 好吗 只要无愧于青春就好了 对吧 好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宇东 我想问一下 两个人都是初恋 对不对 对方都是彼此的 人生第一次恋爱 对不对 感情的事情一定是自私的 我喜欢一个人 我爱一个人 我就要忠于自己的感受 男孩儿忠于了 女孩儿也忠于了 你们两个人没有什么不好 可能时机不太凑巧 男孩儿我个人的感觉 男孩儿很难忘记 曾经的那个女孩儿 虽然她是你的初恋 但那个女孩儿是真真正正 拨动你情斗初开的人 所以那个人一辈子 是很难忘记的 这个女孩儿太清楚了 但是另一方面 于情 我们忠于自己的感受 忠于自己的爱情 但是于理 我们要考虑一下 客观的情况 女孩儿现在追了你 你就要给她 于理的一个对待 你不能因为 我脑子里是那个人 我现在身体 我现在的生活 是这个人 这是很难做到的 这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也是不应该的 那女孩儿也是一样 你选择了这个男孩儿 作为你的初恋 那你呢也是他的初恋 但是 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是一个介入者 在你之前 男孩儿有一个中意的女孩儿 你是一个介入者 所以你 你又清楚地感受到 男孩儿不容易 忘记那个女孩儿 那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以及对应的策略 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给你几个建议 第一个 给你对面的这个男孩儿 一个期限 不能这么一味地拖下去 耗下去 你要清晰地告诉他 我不爽了 我要给你一个期限 这个期限三个月 两个月 总之你要怎么 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因为爱情是自私的 第二个 所有的女孩儿的梦想 都希望找到白马王子 但是世界上哪有 那么多白马王子呢 不需要找白马王子 你只要找 把你当公主的那个男孩儿 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所有年轻的朋友 我个人的建议就两个 第一个 看他对我好不好 第二个 看他对我 是不是很安心 就这两个标准 我觉得就可以继续往下考虑了 好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胡老师 真正的痴情是 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 但对方偏偏不爱你 或者你们不能走到一起 那么就在心里的最深处 永远给他留一个位置 一边祝福着他幸福 一边把这个痛 永远放在心里 同时不忘记自己 作为人的其他责任 而好好的活着 随时等待他能够回来 或者能为他做点什么 这才叫痴情 或者说的再简单一点 痴情不是放肆地去追逐 痴情是要有隐忍的 就内心一定是要有克制的 如果说这会儿我坐在这儿 我看见我特别痴情的一个女孩 从台门口经过 我这儿节目也不录了 我马上跑出去找她 你认为这叫痴情 错 我在履行我的责任的同时 隐忍着对对方的思念 在一边负好责任的同时 又把最好的爱留给对方 这种克制 这种纠缠 这种含蓄 这叫痴情 你们俩都不叫 你们俩都不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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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自己还没有走出 对于那个女生的痴迷的状态下 去主动向她施爱 这是你最大的残忍 总而言之 你们两人不配说痴情 如果要说自己是真正是一个 痴情而又长情的人 把这份爱 这份痛的 永远保存在这儿 然后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责任 学业 家庭的祝福 不辜负家人的关爱 即便隐藏着这份痛 我依然活得好好的 我认为这叫痴情 听明白了吗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一直都感觉 自己像一个小狼孩一样的 真的就很特别感情方面 我就感觉什么都不懂 但真的通过一个时间 我感觉我长大了 我还是挺舍不得你的 我还是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 让我慢慢地 慢慢地成长 可能就加一个期限吧 就像周星驰说的一样 但我不需要一万年 对吧 可能就 我感觉就半年 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 真的往前看 去想想我们的实习会比较好 我感觉你还可以再多考虑考虑 我感觉我们俩之间 发生了这么多故事 真的我心里也挺感动的 一直都 好 谢谢啊 请回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来 我就 只能说 突然想起 以前看的一句话 叫 一望可相见 一步如重臣 所爱隔山海 山海不可平 祝他幸福吧 我只能说 然后我们都长大了 都忘掉过去吧 好 谢谢 请回 谢谢 谢谢 angry 谢谢大家